歡迎回到前面白白 勞動基金至少先聽到了 勞動基金說 現在有機會會逢低 減便宜 買台積電等等的機優股 有些機優股的部分 有機會會在這個時間點逢低加碼 但是台股短線 這樣的往下挫跌 往下殺 已經破了一萬四千五 到底這個時候 投資人心裡在想 可能也等不到這個政府基金救股的時候 到底該不該現在砍股票 還是等機會等反彈 或者是說呢 真的是買點到該繼續攤平 請教玉棠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你的手上的持股比例是很高的 有些什麼七八成那種all in的那種 我會建議就是你一定要先砍 要先砍 至少我覺得太多的 就對對 至少資金比重降到五成左右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 因為空投市場不可能滿倉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先保護好自己 就是不管好壞你都要先賣 那第二個當然你說 我手上已經是沒什麼股票 可能類似你有台積電這一種 那我覺得就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剛剛博姐追蹤一段時間 你手上報的是台積電這種基優股 剛剛也談到這個勞動基金要進場呼喊 買台積電這種基優股 那我覺得這個你就可以抱著 這個是可以虛報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分兩塊來講 就是說持有這些大型基優股 我覺得以台積電就我的看法 我是不太擔心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的 可能是一些那種法人結帳破線轉弱的 然後可能下半年業績是保守的 類似像一些消費型電子 IC設計 那種法人都下求目標價的 那這個我會建議 你還是要先做減碼比較好 好 那這個禮拜跌了一千 將近一千點 短短一週之間可以跌這麼多 下禮拜的反能機率高不高 原則上我猜今天融資大減 我覺得禮拜一漲的機會高 但是很怕就是像上禮拜 會怕跟這個禮拜一樣 漲一天 就是一天而已 對 就是續航力會不夠 那我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你說這個地方要做一個大V轉 好像又沒看到那些條件存在 對 我的V轉是 就是它不是只漲一天 它是可以這樣上去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 我剛剛談到為什麼反彈要賣 可能啦 你說今天融資大減 下禮拜一或二 漲個一兩天 但是很有可能又再做休息 那如果下禮拜 這個國安基金開會咧 開會 但是我猜啦 開會 因為我們剛剛也追蹤到 那個圖表嘛 是 十年限它才要護函 它之前也有過開會 然後開完會告訴這個 就是大家說還沒有要護函 這樣子 這個動作是要做的 因為一定很多這個股民會抱怨 因為台股跌了 在股市久了就知道 一定就說國安基金怎麼不進場 它會開會 但是不會進場 絕對是這樣 不可能在一萬四這個地方進場 我覺得是比較沒有道理 但是有一派人是說選舉快到了 那當然這個護盤的時間點 我們很難拿捏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信心指標 那這個信心就是我剛剛談到 因為這個地方要比議長 是大家要有信心進場 那有信心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 大家要有錢 這一波我知道很多賞戶內資受傷蠻慘重的 有些是融資斷頭 甚至現在又是這個幾十年來的一些通膨效應 甚至像最近房市也蠻冷的 所以整體的總體的環境 看起來就是我剛剛聊到的 比較沒那麼樂觀 會馬上反彈 但是最好的情況就是亮縮去做個答案 好 大家看看是不是會宣誓意義上的要開會 但是不見得說一定要買 這也是有機會 有可能的 我曾經也有過了 但是立刻也請曾為上臺 告訴大家 這個問題來了 航海王有人說手中的船票 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關鍵 剛剛看到勞動基金說 我有機會要趁機逢低買 像台積電這樣的機優股 開始有機會要這麼做 那我們也曉得 航海王的部分其實今年業績一定也不錯 所以會不會他的逢低布局 台積電等級優龍頭股 也可能會買跌得很深的航運股呢 你認為呢 我覺得機率還是很高的 因為畢竟他的營收獲率 不論如何什麼懸崖式的下跌等等 現在還沒發生嗎 明年以後的事 明年以後的事情 也提到明年還是有人就把他拿出來講 說明年這些黃供應公司的EPS 會懸崖式的跳跌 這樣的說法讓現在股價 你看看已經沒有八十塊了 長榮七十九塊了 陽明七十七塊八了 這怎麼看明年懸崖式跳跌的這種EPS說法 我真的覺得這個機率不能算是沒有 而且各位投資觀眾 其實包括很多的外資跟內資相關的投資報告 其實已經補了好幾槍了 那你不相信某個美系外資跟你喊到七十塊 你看是不是已經差不多到 那他補到這裡 補槍補到這裡 倒地了沒 八十塊以下 我擔心這說不定還是一個開始 因為畢竟他們是有研究報告 不論他的最後的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我真的覺得包括馬仕基等等 全球這種航運的龍頭 他都曾經市井 我相信我們投資人 你再怎麼愛這個阿炎 再怎麼愛阿炎 我覺得有些時候該放手 你真的是要放手 目前為止有些部分我終於搞清楚了 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 陽明 我們這個陽明海運的那個K線圖 來 我跟你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日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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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幾天 6月27號 那天我們把他Cue出來 好 我想除席 最重要的除席大秀 今年我說實在 所有的人都共襄盛舉 只要在船票上 有在船上的人 就在這一天 你知道嗎 有多少人 不僅因為法人癢 而且被套 現在不時殺 他把你抓交替 誰抓誰的交替呢 在這裡面 陽明 有人這樣講 這次市場上怎麼講 陽明騙了長榮 就這一天 漲停 還記得嗎 騙了長榮除席 然後結果 投資散戶被長榮騙了 禮拜一 對不對 你看那天法人還跳進去 大家覺得說 這些法人願意在這兒 參加除席 我也一樣 當天搶進買 結果 是 結果大家就全部套在一起 那一百塊 你看靠近一百塊 一除息是不是要除個二十塊錢 立即你看這幾天 這就是大家看到的事實跟命運 所有人被抓交替 不知道為什麼如此 來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去解析 而且下次我們絕對不要被當韭菜花來割 來投資人我說實在這件事情 我大概在六月二十七前後 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這裡面有很多的氣氛非常詭異 一年一度除席大秀 說實在我們很多的投資觀眾 非常的期待 但事實上很多的法人 早就圍在那個旁邊的風口 準備要被人家風吹上來的時候 一飛沖天 而且他用的方式如何去揚 如何去套 這裡面通通都有每個 其實凱銘我們都會覺得 去年的業績 對很多的投資法人 不論是投信啊 不論是這個券商啊 誰都吃得油脆脆的 這個怎麼來 去年的業績就是今年的業障 所以呢 很多的自行商 其實我跟你講 太多人非常歡樂 哎呀我今年 尤其是那個CEO 我很擔心去年業績那麼好 今年沒辦法達到怎麼辦 揚明出來救你了 揚明怎麼處理呢 各位他當時 其實你知道那個除席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大戶 其實不願意直接參與對不對 對開明我們要被瞌睡 還有各式各樣的麻煩 所以很多的法人 他其實透過氣息 對那氣息 他並沒有放棄 他要套利 怎麼搞呢 來各位觀眾 他的樣方法就是 今年很巧妙 正好陽明跟這個 這個長榮 他們的除席數字都非常漂亮 我跟你講太吸引人了 二十塊的現金或十八塊現金 真的很誘人 這就是他們最好的煙幕袋 那怎麼做呢 好那那這一天 這之前凱明你還記得 大家對於除席 說實在大家都怕怕 在此之前 在陽明之前 大家都覺得完了 你看又有聯電 又有聯發科 一除席之後 幾乎完全 幾乎每一天跌跌不休 那沒料到出來 跳出來 就是陽明 後來我去查 你知道在六二十七號之前 我的手機一直叮咚叮咚 那人家就想說 不要留意一下 很多的自營商的主力券商 他們一買是七萬張 不是七千張 搞什麼東西 趕快去了解一下 那大家就在查 原來就是為了六月二十七號 要賺那個席 對 錯 他們其實早就已經排在那個地方 那果然在六二十七號 那天一除席 一除席下來的時候 立刻就有很多人追 是不是那天飆漲停 你記不記得除了陽明漲停 這個萬海給你漲 那個長榮 這方面通通給你漲停 讓你覺得心裡很動 他們就要掉什麼 套 讓他們能夠用陽明來抓交替 讓長榮來跟進 所以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陽明 那天其實在那之前 大概法人 比如說我聽到的 外資大概花了1.6萬多張 拼命的買陽明 那麼在當天 那個六月二十七號 不是漲停嗎 不是掛漲停啊 那結果後來還 我記得好像是自營商 還掛了七萬多張 買不進去 大買 你看好漂亮喔 我又買一買想要買還掛不到 結果隔天趕快衝進去買喔 各位喔 他就是用在這個時刻點 當你把它大家都覺得 除息行情很棒 我一定要跟著搶進 否則我失去了這個就沒賺到 所以他把一大堆散戶全部抠 抠到六月二十九號 也就是正好長榮 長榮大家都知道 那個悲慘的命運了 那長榮很多人一開盤的時候 本來也跟著進去除息 最後的結果呢 就沿路從一百多塊 到現在什麼時候回來 今天他們的禁止 各位他們真的很委屈 以長榮來講 他的這個禁止 好歹有82塊 那陽明的禁止 好歹有84塊 今天全部都只有七十幾塊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散戶誰被抓的交替 是大家耶 因為你看了陽明這麼漂亮 結果長榮被陽明騙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投資散戶也跟著跳進去 你現在出來了沒有 沒有 而且你接下來你願意出來的話 你真的是要自斷手機 好 這就是雪玲玲的教訓 也要看到 他們不見得只賺那個席 他只賺那個價差 隔日充 他就跑了 前一天 結果吸引太多人跳進去了 七萬三去給你買 結果後來隔天 長榮七萬三給你賣出去 待會回來就現場告訴大家 怎麼看這種問題 在第二季到第三季之間 常常會出現這種情況 而且會看得出來 誰在這時候被抓交替了 但是很重要的是 進入到第三季 重新的開始 第三季有沒有新的作帳新寵出現 待會兒曾偉告訴大家 馬上回來 我們在這兒 直到第三季節 剛才大家嚴重